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旅遊所醫前基金這個計劃 在2015年開展 原因是因為我們見到有很多長者病 自己吃成藥、短食藥 令病情非常嚴重才去醫 愈視乎Michael開始召集一群有心人 來幫助長者 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專科 私人執藥的醫護人員 這一日更加和民社輔導會合辦 流動綜合診所為65歲以上的基層長者而診 因為長者不只是一個病 有時有兩三個病 我們在自己的計劃裏面 基本上醫生是可以做referral 最大年紀我們幫到的長者 都應該九十個外 如果從西醫來說 我們已經有九成的專科 在我們這個路由小醫界裏面 九十歲八百六兆星 去年在二診中被發現喉嚨附近有腫瘤 一星期內就轉嫁去醫院檢查 最後確診患上是後癌 環境診症的下醫生說 撤除腫瘤會影響聲帶 八百寧願不做手術 因為無法說話 可以說是生不如死 八百考慮到手術的風險 和手術之後的影響 他就選擇了一個保守治療 他現在就在平安醫院 接受中癌治療 他這次來討論我 討論一個朋友 討論一下 我們上次見面之後發生的事 其實是一個傳言治療 即是照顧他的身體 也是照顧他的心理 異診的醫生 其實都會當這些 轉介個案是自己的私家病人 很詳細地幫他們記錄病情 和他們問症 還會幫他們作出合適的治療 例如有些病人 經常說胸口痛不舒服 然後我們的異診醫生 就幫他們診斷完之後 就幫他們安排了電腦掃描 而這個電腦掃描費用 都是我們的異診醫生 自己幫他避免 有時他們都是自願 自發性質地為病人付出 上次有一次去看 一個綜合診所的時候 我們有個病人 就痛頭痛了兩年了 其實他都不知道自己什麼事 只是覺得以為老了 就是50肩 但其實他原來是有些根件 比較關鍵壓住了 我們經過超聲波的檢查之後 發覺這個問題 就幫他轉介了公立醫院 如果你在政府排行公立醫院的專科門診 可能都要一至兩年的時間 這些病情可能是需要手術治療的 但很多時候 如果那些長者 其實那些痛的問題 雖然他不是致命 但其實都很困擾他們的生活質素 所以我們覺得 甚至這些問題 我們都不能拖 那麼一把病情努力的 這個問題 又可以跟我們一起上去 對我們的壓力